就是个非常普通的这么个座椅 看见了吗 就是非常普通的 它是 它尾号好像是什么813 你搜搜是不是这个 我记得好像是个尾号 什么8什么3的 应该是 不到500块钱 我那会领券买 不到500 还是500多一点的 过日子不就这样 尤其直播 当主播的媳妇 原来没觉得 就是当主播的媳妇 也不是那么好当 真的挨骂 可能你走路上 走到矮马路上 人觉得行 长得不错 可能还行 但是一上镜 就是有喜欢你的 必然就有不喜欢你的 你能接受喜欢你的 骂你的就挺着呗 我都习惯了 但是我发现了 我俩刚开始 我最开始上镜 没说我俩谈恋爱之前 好像都挺喜欢我的 就是我俩后来一说 知道我俩在一块以后 我就老婆骂我的了 臭弟弟 真的我最开始 我俩上镜的时候 那会儿 还没说是那个 就是没说我俩谈恋爱呢 那会儿 夸我的挺多的 后来就是 基本上都是骂我的 再后来呢 等我俩慢慢时间长了 大家都习惯 就是慢慢看着看着 就发现我其实 是个挺有意思的人 我俩啥时候 确定能关系 我俩 第二回见面 第二回见面 就确定了 咱俩第二回见面 你记不记着 那天是什么日子 咧这哥 啥也记不住 啥也记不住 就是划沙 就这种重要的日子 我觉得只有女人 才记着 我俩咱俩第二次 确定关系的时候 我记得当天 应该是七夕 就是七夕的时候 差点给 没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吧 就是 不怕抢 因为这东西 你喜欢一个 喜欢一个男孩 你得看你俩性格 合不合适 尤其他这么事逼 谁抢 怎么那么好抢 就真一块过日子 过上就知道了 有这 他是六二七 你刚知道吗 他知有 咱家哥们都知道 他有啊 有什么呀 智双 男人有智双 怎么啥啊 确定恋爱关系 事必 对 事必 我跟你说 就他的性格 尤其我俩刚认识的时候 那会儿的性格 可能是自己住习惯了吧 他性格挺 闭塞的 就是 挺格路的 反正东北话是格路啊 我不知道你们那怎么说 我主动还是 就是每回我吹牛逼 都说他主动 我话怎么立的 但是我俩谈恋爱 说不到 就是说不上谁主动 或者不主动 就正常在一块了 就在一块了呗 太独立 独立是一方面 但是他不只是独立 自闭 对对这词好 他就是自闭 要么那会儿 好多人管他叫自闭鱼 还是我给他叫的 我忘了 确实自闭 以前晚上都考试上 会拉到 我有多些够考的 对他确实 最开始确实挺自闭的 我俩刚刚那会儿 我觉得 这人性格好奇怪 你就是可能 最开始我俩在一块 经常吵架 就是觉得他生气的点 怎么这么奇怪 然后我这个人吧 我是射手座 射手座还是个贱坯子 可能好多女孩是 你对我好 我跟你好 就是 你就你这性格 就是我可能 有过一回这么个事 就不接触了 但是我是那种吧 天天直播播的 可能是 他不接触社会 谢谢逍遥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射手座 射手座就是属于那种 属于那种 虐恋体制 就是你这个人越奇怪 我越觉得有意思 我越觉得好奇 就是 就是挺变态的 射手座也挺变态 就你对我越好 我可能就是 不是很那啥 就好呗 你好你的 我该怎么递我的 但是就是 如果你这人性格比较奇怪 我会觉得 也好有挑战性 我好喜欢 对也对 是这么个事 确实有点 我不知道你们身边 有没有射手座 真的 如果你们喜欢一个射手座 你一定要拿捏它 不要对它好 上厕所去了 你快点啦 我总感觉 我那锅一会儿该干了 肚子还得 肚子冒的动静 啥玩意儿 肚子 没有啊 我没叫啊 没叫啊 我刚才受点饿了 我刚才饿了 我吃了个沙奇马 我没叫 它伤死我呢 是它动静 还磨得动静啊 明白了 听明白了 没有没有 没被孕了 没被孕 没被孕了 这不得提前被孕了 为了生 现在生孩子不都是这样吗 提前两三个月 被孕 它就得少抽烟了 但是关于熬夜的事 我觉得我到时候 被孕也不用早睡 因为就是时间差已经 就习惯了 早睡也睡不着 新夜 我感觉 你看唐的 不也天天熬夜的吗 就是 你睡不着 不能硬睡呀 这点还是不熬夜 熬夜肯定是不好 无尽是给你调教好了 还是我有福气 还行吧 就是我非常的阳光 就我这种性格 啥离别到我这好使 你又不听话 揍你 熬夜男人有一次 熬夜的男人 有一次就不错了 快倒闭了 谁 哪个快倒闭了 直播间呢 你说哪倒闭了 是你要倒闭了呀 还是我要倒闭了 我媳妇就挠我 女人基本上打仗 能挠尽量不干别的 因为女的跟男的不太一样 女的基本上就是挠 但是别挠脸就行 脸干这样啊 干啥的 你就是 挠身上你还能穿衣服 挡一挡 挠脸就毁了 让人看着都丢人 一看边行 别看他们一会儿剥辣吧 我来喽 哎呦我的妈呀 真他妈爽 哎呦 这屎辣的真香 我现在闻自己的屎都香 我现在越来越变态了 这两天有时候饿的时候 我媳妇睡觉的时候 我自己老吃个泡面 当然一吃泡面是辣的 他妈的屁眼有点难受 那谁黑丝 还想听点什么呀 兄弟姐妹们呢 这点估计又该睡觉了 马上十二点了 然后呢 明天再休息一天 后天又新的一礼拜 该开始了 对吗 又要继续挣钱了 哎 那谁老头 哎呀 你不洗屁股 是我不洗 我每次上上头头 我从来不洗屁股 我觉得多难受啊 你这痔疮还吃辣的 我跟你说六二七零 你太你岁数太小了 才二十三岁 你没痔疮 你记住了男人啊 等三十以后 得个痔疮太正常了 尤其是爱吃辣的 包括说在那个办公室 坐的时间长 你明白吗 真是这样 得痔疮很正常 原来觉得岁数小的时候 那会儿吧 觉得得痔疮特丢人 这就是老吃辣椒 老吃辣椒吃出来了 然后包括说 你老长时间坐办公室 久坐也容易得痔疮 包括你吹空调也是 这痔疮还不能着凉 尤其夏天 你要对着空调吹吧 也容易得痔疮 就这点特在什么 之前我也喜欢吃辣的 把胃吃坏 是啊 我现在胃也不好 就老反酸有时候 你只要坚持拉完洗屁股 包你好 为什么呀 为什么要洗屁股呢 没明白 就是好多人就喜欢那日本马桶 就是对 制蒙马桶 拉完了 直接自动一冲 我到现在都觉得特别扭 包括我媳妇给我买那个 就是那个卫生湿巾也是 说让我拉完洗 拿肝纸擦完 拿湿水巾擦一下 我觉得特别扭 你们为什么都爱这样 多难受啊 我没明白 为什么说 那个就是说上完厕所 就是翻痴疮 拿水冲完就好 我没听过 为什么一冲就好呢 洗完了 因为在我的脑海里边 就你翻痴疮 就抹马英龙 挺好事的 净水机 我这个 就是马桶净水机 我还真不知道 但我觉得那制动马桶 真心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没什么意义 而且我觉得上完厕所 你在冲屁股 多难受啊 我是觉得特别扭 我拿湿巾擦屁股 我都觉得特难受 你知道吗 就特别扭 不习惯 就那个还是干纸擦了书 我拿湿巾 我觉得特难受 对 好多人就是上完厕所 洗屁股 都觉得特舒服 我真没觉得舒服 多难受啊 没残留就不会发炎 是吗 这玩意儿还有残留呢 我头一回听说 当然一般我翻智屁股 我一摸马英龙 马上就要好 但是确实 一厂厕所爱出血 都是 一厂厕所爱出血 这就是智层 内置外置混合智 倒不是特严重 摸完那揪就回去了 我的揪不在外边 不算严重 但是每次吧 有时候吃辣的 真的是菊花一紧 倍儿他妈辣 这一番真正一番智层 我跟你说特难 王母阿马英龙 特爽 你知道吗 特别舒服 对 你智床什么呀 你智床 没到那严重的地步 没必要去做手术 除非说 你那揪出来特大 回不去了 一般都会去做手术 一般就是 一般小番智床 就是说出来一点 你抹药他就回去 这算不严重 就是说一点点小智床 所以要不以后 我就拿湿巾擦得了 别拿水冲了 我下次不行 我还是用湿巾得了 因为我没想过这个 掉出来脱缸 但是你长时间蹲坑 包括坐坑 也容易脱缸 也容易翻智床 所以甭管你是坐坑 还是蹲坑 不适合 长时间 对缸门不好 你只能擦干净 有褶皱 那我下次还是拿湿巾擦擦吧 行吗 你看湿巾靠谱不合冬 这一看合冬 绝必有智床 比咱明白 比咱明白 能一智龙马桶 还能洗屁眼呢 我先拿湿巾试试试吧 因为拿那个水冲屁股 说实话 真心我觉得特难受 特别难受 我觉得我湿巾我都接受不了 我下次还是什么呀 还是拿酒精 拿那个不能拿酒精湿巾 就拿那个湿巾擦 酒精湿巾擦完屁眼难受 对太敏感的部位 不能拿酒精我知道 就拿那个消毒湿巾就行 用温水冲是最好的事吗 我又上新闻了 怎么了 我又上啥八卦了 天天这八卦说实话 没得可洗了 我操 花洒冲 你那智龙马桶什么牌子呀 是日本的吗 他们说那日本的那马桶特好 咱也不懂这玩意 你的智龙马桶多少钱啊 铁王 这以后要真行的话 但是我觉得咱们冲屁股太难受了 你冲完屁股还得擦多麻烦呢 我擦 我那妈想着我都难受 写这个写哪个 TOTO多少钱呀 智龙马桶多少钱我都不知道 从来不关注这东西 我也没想过用这个 就普通的花洒冲 那我不如什么呀 我他妈直接我站起来冲不就得了吗 宝贝 我直接拿那个洗澡的喷头不就得了吗 冲水马桶也行 我直接拿喷头冲不就得 洗牙屁牙不就得了吗 我还花那钱干嘛 正好我上面这儿有 我楼上楼下俩厕厕所呢 我直接拿温水冲不就得了对吧 直接洗不就得了吗 因为那智龙马桶说实话 多少钱我不太知道 不是说钱不钱 我就特别扭 各种什么又昏肝又多难受啊 我操 我就特别别扭 我是忍受不了 我真心忍受不了 所以就下次养成一毛病 习惯了 就拉完屎不行冲一下 咱也不懂那个 我以为就擦完了 到时候一翻智床抹药就行 没想到还得洗干净 我翻这么长时间智床 才知道还要洗干净才好 它才不会发炎 一体的柜 坐垫还可以加热 没意义 要那么多功能没用 就主要是为了充屁股 现在去试试 现在先不去了 现在先不去 下次嘛 还是下次再说嘛 还是下次再说嘛 还是不习惯 冲屁股 他多难受啊 智农马桶感觉也算智商睡 也不算吧 但是他功能确实挺多的 冲屁股啊 烘肝 确实比较方便 要不你要说拿那个 拿那个洗澡那王子冲 你还得站起来 都蹲起来 多麻烦 就稍微方便一些 哎呀 我的饭中也快好了 饿了 拉人屎就犯饿 王家卫的电影 那个叶问不就是吗 叶问不就是王家卫拍的吗 就是那梁朝伟跟张子怡那版本的 叶问不就是他拍的吗 对就自动消毒方便点 所以你看好多人都去日本买什么呀 都去日本买日本的智能马桶 我那会儿看那个智能马桶一体的三四万 我的真他妈贵 对一代宗师那叶问不就是他拍的吗 我这智商倒不是特严重 但有时候就拉屎老出血 所以都习惯了你知道吗 所以下次真的养成一毛病 就是说拉完屎冲个屁股 确实是个好意见 给洗干净了 确实好 还是干净好 对吧 那日本的马桶好像还挺贵的呢 三四万四五万 我操 好多大妈去日本 带货不就买这玩智能马桶去了吗 后来他妈沉的 王从他把日本弄回来 好家伙 是不是 还是有钱这么多 买个马桶三五万块钱 真他妈有钱 我操 你说这也趁多少钱呀 好家伙的 你之前 买的时候看见一个十五万 我操 这十五万的马桶都有什么功能啊 帮你坐屎呗 有没有一管子直接给你坐出来呀 就是大便干燥坐上去 是不是瞬间就大便不干燥了 那是辣椒残留物 明白明白了 何东 谢谢兄弟 这个意见是好意见 因为不懂 每次就觉得擦完就好 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说还真是你这么一说还真没毛病 有时候辣椒吃多了 可能夸你都拉完了 但是那辣椒还在那 不知道 所以就感觉拉完屁眼火辣辣 不知道什么情况 看来就像你说的 没准就是辣椒残留物 没洗干净 所以他会拉 但是你洗干净没事了 这还真是个好建议 我操 下次拿一盆吧 操他妈 下次拿一盆 直接拿盆洗 接好温水 直接拿盆洗得了 这他妈好家伙的 这有什么恶心的呀 你不犯痔疤 男人有痔疤太正常了 十男九痔啊 现在你甭说男人有痔疤 女人也有痔疤 原来是十男九痔 现在是十个人里边九痔 男女现在都他妈有痔疤 盆不能混用 没事我回头我有盆 我买一盆的 买一小盆 专门洗屁股 弄点温水 直接冲 不能用盆是吗 就得直接冲 直接冲太麻烦了 我还得绝着屁股 回头我的衣服 再弄弄湿了 那下次真的养成一毛病 是不是往里搁点盐最好 是不是往里搁点盐 盐也消毒盐水 拿盐水洗呗 是不是 盐水洗靠谱吗 还是拿白水洗行 盐水不消毒吗 对 那湿尔巾不行 刚才说了 那个纸巾吧 它有纸啊 洗不干净 蹲下冲啊 好吧 你要说拿那水洗吧 可能它辣椒那残留物 还在水里 你喝着还是没洗干净 你拿湿尺巾 外边能擦干净 但是你褶子不擦不干净吗 就怕这个 你知道吗 那看来还是拿温水冲吧 用白酒 你可以用白酒啊 你不怕屁眼敏感就行 拿湿尺巾 屁眼疼死你 不用盐是吧 行 那就温水就得了 我知道好像是 这个温水里 你搁点盐 拿盐水洗消毒嘛 我就知道这个 但是不用盐 直接冲就得了 搁点盐水 拿盐水洗不消毒嘛 我拿肥皂洗也行 我直接冲吧 还是 直接冲得了 要不越来越麻烦了 豆汁 豆汁你喝不了 我能喝豆汁 你不一定能喝 怎么叫狗狗去厕所 拉舌撒尿 不会 我们家狗 别提了 我们家狗 我们家狗从来不会上厕所 拉舌撒尿 你懂吗 一般就是开门上院子 来拉舌撒尿 你习惯了 所以一般 一般就是给他放院子里 让他上院子里 拉舌撒尿 如果我家狗要真是能训练 除了让他在 但是我们家也没有 蹲坑 其实蹲坑 家里蹲坑方便 让狗学会 猫也是 猫跟狗 你训练他能在那 能拉舌撒尿 那是最干净的 省得你在外边院子 尿一滴 猫猫猫臭的 你知道吗 所以能直接拉 毛坑里是最舒服的 也干净 一冲水没了 不用擦 多猛 对吧 多方便 但是这种怎么训练 我真不知道 就是你能训练 让狗跟猫 蹲在那 能往那个蹲坑里 拉舌撒尿 我觉得真挺牛逼 咋训练的 这是 我操 不会 我也不会 反正我家狗 从来没训练 就是说 我一开门 他就知道 在下边拉舌撒尿 在院子 明白吧 反正我是没训练过 我那会儿在顺应也是 去了自己 就是养一段时间 他就明白 在外边拉舌撒尿 不在屋里撒 那谁暴雨 十二点了 愿意帮个忙的 一毛钱 两毛钱 帮弟弟过个一心 我是从来没训练过 就是习惯了 自然成习惯了 所以每次一开门 他就知道 他要出去 反正不在屋里拉 也不在屋里撒 有训练的马桶盖子 那我还真不知道 反正那些训练 人怎么能让狗跟猫 在那拉舌撒尿 我真不太懂 咱也不是专业 在训练呢 咱也不是搞着玩 人家可能有办法 就说可能训练狗也是 就是他做对一件事 你就赶紧为他零食 我就知道这么训练 但是具体怎么说 让他能在 你的毛坑里拉舌 这我还真不太不太懂 这个还真不太明白 这咱不懂 这感觉得专业人士了 这个 那个困色99731 有的不专业干什么训练狗师吗 有些是专门干那训练狗师 人家专业 人家就特懂 那咱就不懂 不会弄着玩 咱也不懂 这 点门一心啊 一毛钱两毛钱 操作大人头了 加油加油 某某某柄 没事阿拉同 对你花钱 你只能花钱找专业的人士 人家就专门干这个 训绗狗师啊 咱他妈哪会 我自己拉屎了 撒尿都快费劲了 得智座了 我还什么训练他 你我操 节目观众 不迷路喽 范特希 一会儿吃饭了 你只要明白 拉完擦屁股就行 包你青春换发 我还真不知道 就是说 就是说那个 翻之双一冲洗干净了 就好了 我每次都抹药 我每次都是抹马英龙 我都背了好几管呢 他妈的 因为我就认为 一翻之双 抹马英龙 比他妈什么都好 你知道吗 而且抹完特舒服 凉快呀 包括修正那痔疮症 我都买了好几盒 随时塞呢 就是要特难受的时候 就塞一下就好了 抹了不管用啊 他只是暂时好 主要就是说 每次就是说 拉完时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洗屁股就好 对吧 这还真没人跟我说过 就是我媳妇老说 让我拿纸巾擦 没人说洗屁股 你知道吗 所以如果真能这样的话 那真是好事 下次就养成那毛病 内支 我也是 我是内支跟外支 我内支有时候饭时候不出来 有时候可能说我吃辣椒吃多了 我就可能就是外支就拉出来了 就外边一小揪嘛 然后你 你可以上个痔疮症 你也可以摸点马鹰龙 他自己就回去了 每次都这样 每次都是这样 自己就回去了 这次就算了 下波洗 下波就那么摸马鹰龙了 其实按道理就是应该 就是应该什么呀 就是应该拉完水就赶紧洗 是最好的 那谁吃肉 然后一帮钱两帮钱 操作人头 加油加油 努力完成我的一星任务 好家伙 你只出血 看不到肉流 那还好你不算严重 就是说 你要内支不出来 有点血是好事 还不算特麻 就是特严重 但是没事 你也得注意点了 你只要一有痔疮 甭管是内支外支 只要一上厕所有血 你就得少吃辣椒了 就辣椒能不吃 还是别吃了 那谁操猪 就是一个是辣椒 一个是蒜 包括那什么青椒 尖椒 只要有一点辣 包括胡椒粉 刺激性的食物 就不要吃了 你会发现 你每天吃的特清淡 一点都没事 但是你看我就是 我一吃清淡的没事 但我有一点点刺激的 就不行 这就是犯痔疮 就是得了痔疮 就这点特麻烦 你知道吗 酒 喝酒我还真不知道 喝酒 尤其白酒 是不是能处罚 这事我还真不太了解 这我不太懂 不怎么喜欢吃 我媳妇爱吃的 我很少吃 不是奇皮狼 我抽的那个迎宾 我本来想买都宝 但是人没货 抽的迎宾 这盐也挺便宜 80块钱一条 劲儿也挺大的 我只爱抽劲儿大的盐 劲儿不大的盐不爱抽 好的我现在一点辣都不怎么吃 但是我不行 我不吃辣椒 我吃不牙剧 你要按咱那说 现在各地饮食 无辣不欢 没辣的怎么吃 这饭咋吃 反正我就是不吃辣椒不行 我必须得吃辣椒 我吃辣椒 我才能吃下饭 不吃辣椒吃了不舒服 没不爽 吃不牙饭 金桥 金桥不好买 我这边的都宝没有金桥 金桥 金桥不好买 但是你要说都宝跟金桥 都宝比 我觉得就是都宝比金桥劲儿大 所以这边就一点好 这边能买到都宝 金桥没问号 没户 那谁路过 我湖南人都借辣了 我操 不行我不行我借不了 美食的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辣的才好吃 路过不辣怎么吃 所以有时候我就特好奇 你们为什么不爱吃辣椒 辣椒吃了就说辣椒多下饭 尤其是那尖椒配米饭 多爽吃了多下饭 反正就是我不吃辣椒 我吃不下饭 你让我一点辣不吃 我多清脏 我不爱吃 我就爱吃辣的 所以才会老翻痔疮 每次一翻痔疮疼的时候 就老想着别吃辣的 当然这痔疮一好 就忍不住 必须吃辣的 不吃辣的不行 真是这样 对 所以你要真是说 能把辣的戒了 为了这痔疮 你也算牛逼了 我不行 我在斗鱼 我在斗鱼到12月份 我就拨了7年了 俺就拨了7年了 小伙儿 也算是 应该是属于斗鱼 第二批老主播吧 那谁前男友来了 前男友今天没玩游戏啊 男友小哥哥 反正我就特佩服 一个是戒烟的人 一个是得志愿之后呢 一口拉不吃的人 我都挺佩服呢 就是习惯了 中国的饮食文化 就是无辣不欢 刚玩完 前男友 无辣不欢啊 兄弟 这1500这兄弟 那些6270 我就不回答你问题了 哥们 你这一来吧 虽然可能这三四年没看 来了 你抽什么烟 你住哪 老张去哪了 就是从头到尾问一遍 我就不回答这问题了 哥们 就是直播你也不看 你也不看直播的 我也不想跟你聊这个问题 天天就是来了 就跟 就跟刨根问底一样 你住哪 你抽什么烟 你抽都宝 你为什么不抽金桥 老张去哪了 你们为什么没在一起直播 我就不回答这些无聊的问题了 哥们 我得活我的呀 而且我是主播 人家也不是主播 我看是不是还差云头啊 还差一个一毛钱 帮弟弟凑个一毛钱啊 一星过了 然后6270谢谢你 就是感觉你们这 问的问题吧 都是一套活 就是为什么 凭什么 为什么 就是你正常问我 回答你 但是你别老问我 为什么不抽这个了 为什么不那个了 行吧 大哥 就是我抽什么烟 我喜欢抽什么 我就抽什么 然后你可千万不要说 我抽什么烟 我告诉你了 你坐在这 你为什么不抽这个烟 凭什么不抽那个了 就别问这种问题了 好不好啊 就是 这是好多小孩 这一 就真是十万个为什么 就是一套活 就像他们说 哎 钱男友 你为什么不吃烧烤 你凭什么不吃烧烤 要么就是 你凭什么得痔疮 为什么不吃辣椒 就那种 就刨根问底 你知道吗 就感觉这十万个 为什么问的 我太累了 哇操 哎 那是一天 我有 感谢6270 老努力啊 凑凑二心 就是咱正常回答问题 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要老 回答一个问题 全是为什么 为什么 对吧 就是 我想吃啥 想抽什么烟 那是我的自由 好不好 咱就别问 为什么不吃了 为什么不抽了 就好了 真是每次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真的很头疼 你知道吗 太头疼了 我后边摆的是乐高 我还没拼呢 吃饭喽 傻娘们 吃他的面条 好 沉静啊 凑到二心啊 加油 加油 抹毛病 那我就快吃了 终于能吃我的了 我怕你这面条是不是有点辣啊 辣了 我还没放很多辣椒 哎呀 终于能吃上我的可乐排骨了 我的最爱的可乐排骨 每次我吃可乐排骨都得帮我媳妇吹半小时牛逼 太客气了 太客气了 起来 行不 还是那么好吃 我发现什么呀 哎 6270 8341 就是可乐做菜炖东西 可乐做的真的挺好吃的 哎我多拿了一盏筷子是吗 我知道 我觉得拿可乐做菜可以炖鱼蟹 怎么今天这排骨 反正有点发干 干 嗯 为啥会干 这排骨吃了有点干 是不是炖汤炖鱼少了熟汤 熟汤熟的不少 我还倒出了一盏 腰腰酸凉 真香 看着排骨好吃 这鱼蜂排骨比火锅羊算好吃 是吧 晚上好啊 一吃 这牛肉话吃点大 哎那谁留心 努力啊 帮忙操个二十任务 一帮钱两帮钱 操人头 感觉这排骨有时候吃的时候老有好多碎骨头 嗯 是吧 我刚才还剁了的 这就是炖子 我刚才还剁了的 它有骨头和肠 炖子 吃完了就是一个别着急啊 真烧 这鸡两盆条煮出来还挺多 这排骨没有再顺利买个好吃感觉 下回咱去那个市场 那个厨师买的 这排骨感觉心头的多好吃 这个都从大骨头那边 对全是大骨头这边 有点什么 这排骨没有我在北京买的好吃 北京那排骨都吃完了都 喂喂它是整个一馅 一个大的那些吗 我们这里吃饭相当于吃的是夜宵 相当地老 王毅明然后呢SF 吃到公主母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像这种都应该是 这个真不太辛苦 你要通过这肉 你能吃出公母 你也算牛逼了 看饿了 其实还没吃饭呢 点外卖吧 在英国吃 有什么意大利面汉堡吗 ATG 你在英国 你在英国那边当地 一般都吃什么呀 你在英国 不是什么汉堡薯条啊 披萨饼啊 英国是吃披萨饼吗 T2 我也好奇英国人都吃啥呀 也中餐呀 你是不是吃那汉堡 吃那个薯条是不是吃的不习惯呀 我就特爱吃西餐 我怎么感觉你这面有点辣啊 我怎么感觉你这面有点辣啊 是辣 我就放了一点 我那有点辣 我就放了一点辣椒 我就没把肉造了 没国内好吃 这就是什么呀 人家本地做的西餐就是按本地人口味做的 来中国呢卖这些东西就是按中国人口味调的 知道吗 你要真是按人家本地做法 我跟你说好多就是按照说中国人都吃不许多 其实没那么好吃 就是因为那些西餐来到中国什么皮特饼 意大利面都是按照中国人口味设计的 所以你还在北京吃了好多外面小吃都不好吃 你先详天谢谢 金子儿也 四块肉 这排骨全是鸡 今天那排骨吃的不爽 今天排骨吃的真心不是特殊 全是骨头 他妈的 这排骨头都不好吃 吃饱了 快一百级了 我早就一百级了 只是从七月份掉鸡掉了 掉到了九十九级 想保鸡太累了 所以现在就是每个月的保鸡吧 就掉到九十九级以后还好点 知道吗 你要说隔以前的九十九级就是一百级 升到一百级保鸡太累了 早就放弃了 所以对于保鸡人我来说早就放弃了 今天想听点啥疑难杂症啊 再多的兄弟姐妹们 吃完饭来个人真舒服 看看今天有没有分手的 是啊 我再播一个月升到一百级 然后再播一个月又掉了 不保鸡了 保鸡太累 你要说原来还行 就是原来可能散户多 刷点免费礼物什么的 也能保到一百你知道吗 现在都于人少 人少的情况下没办法 就是免费礼物 我告诉你 直播间等级 免费礼物比收费礼物好使 所以你别小看免费的礼物 免费礼物保鸡比收费的好使 所以说吧 好多粉丝不玩了 你要搁到原来可能人气高的时候 可能说大家给你多刷点免费礼物也很好使 我这乐高不是不拼 我这乐高不是不拼 是因为啥呀 是因为现在有时候比较懒 我把那整盒没拆到都摆后边 要不不拼吧 照后边可能显得空空当当不好看 所以现在呢 所以现在呢 基本就是说空 就是空当当的不好看 我把盒搁里边 然后呢 可能想玩的时候拿出来拼 我有时间在说吧 因为最近吧 直播有时候下的晚 有时候聊到时间下播晚 下播晚嘛 我就不想拼了 想拼的时候吧 永远在直播 不想拼的时候呢 就是下播想睡觉 很多东西你没经历 好多东西你没玩过 你没碰过 没跟你说嘛 二十三岁结婚 反正就是早结婚 早当家设好事 但是就怕以后你后悔 对吧 你岁数大那一天 你肯定特后悔结婚 所以二十三岁正年轻的时候 男人没必要那么 就是男人没必要 二十三岁那么早结婚 你知道吗 你要说男人结婚的年纪 我觉得在三十来岁 我觉得就挺好 你要二十三岁 结婚太早了 但是这东西啊 也是因人而异 你不结婚你想结婚 你等你真正结完婚之后呢 你又不想结婚了 人嘛就是这样 就是得到了不珍惜 不得到的永远是最好的 所以你不结婚 你特项目天天可能说 人两口子住一起的生活 对吗 但是你结完婚了 你就知道还是羡慕单身 因为你结完婚吧 可能责任啊 压力 你在生孩子压力就大了 生活你知道吗 所以说早结婚 要早结婚的好 晚结婚要晚结婚的好 哎 那谁老婆 北京买的房子 哎呀别再问我房子 你们天天那些人到底要干嘛 就问一遍我在哪买的房 我没说我没理 你就别问了 天天干嘛老问我在哪呢 你也分比不啥 老问我这干嘛 我在哪买房跟你有什么关系 什么都没见过 天天问你在哪买你在哪买 我都回答快一万遍我在哪买的了 天天问你在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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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的房 多少钱 六二七零 这刚没怎么说话几天 人家都知道天天就这几个问题 你在哪买的房 多少钱 多少平米 然后什么时候要孩子 以后喜欢男孩闺女 天天都是这几个问题啊 人家不咋 人家不咋看的哥们 可能这两天看个两三天都知道 天天这几个问题 无限的在问 我操 哎那些老婆 天天问这几个问题 真是头疼死我了都快 对要不就是奔驰哥哪呢 你现在开啥车 换没换车 你不是我的粉丝 你也没必要知道 因为是我 能天天看我的就是我的粉丝 他们都知道这些问题 所以你也不是我铁粉 不是我粉丝 你问我辞人的事情 为什么 对呀 查户口 一会儿又是你不是北京人 你又是河北人 又是一会儿你又不是河北人 你又是东北人 就天天就这点事 老天天瞎打听 就这毛病我特讨厌 就是天天把就是每个人的隐私都要问一遍 对吗 要么就是你跟你媳妇一月几次 一天几次 就天天问那些无聊的问题 你知道吗 我不是不回答 我是不想理这些问题 我谢谢你 别再折磨我了 好不好 你问我点有意思的也行啊 天天就在那一直就问这几个老三样 就这这一共的问题就这四五个问题 来回来去问 没出啊老婆 谢谢老婆 飞机昨天特难出 不知道今天好不好出 点了几手没出啊 四手是吗 再点一手就出了 出了我一星我二星都过了 所以说天天问那就跟那门口那 门口那聚会老大妈是吗 天天问 对而且我好多录像也有录像 天天都在说天天问 哎呀真是 所以说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不是抱怨 就下次别再问了 行喽谢谢你们了 对吧 你说跟你都没多没多大关系的 天天在那问 你你这个你那个 一月挣多少钱 你们家有多少钱 天天就问类似的问题 有没有分手的呀 分手的可以站出来 让我也乐呵乐呵 哎八九二一 就聊点有意思的 别老天天打听个人隐私了 好不好 可能如果有一天 你坐到这个位置 你做主播 人家这么问你问题 天天问你 你也不好 你也可能会头疼 天天问这个问题 确实那么挺让人头疼的 呵呵 老婆 加油老婆 出了吗 五六七 这飞机这么难出吗 这飞机这么难出吗 他妈的 我记得好 哇奔驰当屏蔽字楼给屏蔽了 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人问奔驰 奔驰呢 讨厌 抽吉少了老婆 还没抽出来 这飞机 这飞机这么难出啊 今天有风格这是 没关系 可以静静的等待大哥 看看有没有啥大哥 懂点事啊 十手一个飞机没出啊 oh yeah 怎么感觉 跟昨天那谁似的 昨天跟那个前男友 跟那谁 跟前男友 跟那兔子似的 不知道为什么 前天飞机特好吗出 不知道为什么 这礼拜好 这几天 他们飞机这么难出呢 我操 这他妈什么情况 今天抽摩天轮也是 那谁 然后呢 那个 那消费那大哥 抽满了 才出了一个摩天轮 感觉现在 最近这几天 那么幸福券 好难出啊 哎 你看看还有相册吗 相册礼物没了 应该就好出了 他应该就是有相册礼物 抽礼物不太好出 就是贵 比较坑 那谁晴天 听点啥 一旦杂政啊 哥里哥 你又弄你镯子呀 哎 前男友 希望前男友多抽几个吧 昨天抽飞机有点亏 前男友 希望你多抽几个 还是那天说 那天他妈练着 三四件就出俩 三四件就出俩 哎 抽出来了 八糟 抽出几个呀 三少抽出几个 是不是抽出仨 哎呀兄弟 前男友谢谢你 那再凑凑三十啊 凑凑三十人 好家伙 抽了几个 剩一个嘛 这飞机这两天 如果飞机不好抽 就不抽了 明白吗 要抽就抽卡丁车 卡丁车看看好不好抽 我估计飞机不好抽 卡丁车应该能好抽 别的礼物就别玩了 就卡丁车是最好的 卡丁车呀 这些戒指啊 这些东西慢慢凑也能凑不少钱 起码不亏你知道吗 要不你点那飞机太亏了容易 哎那这晴天 想聊点啥呀 一难大政啥呢 兄弟姐妹们 等等看看啊 来点卡丁车一马入魂吧 是不是 哥里哥 谢谢前男友 好家伙 哎把这个NS封掉就完了 哎又抽出一个 哇操 四手出俩 今天开来运气可以啊 小伙 我估计再点一手应该还有 因为昨天跟今天抽的飞机 太亏了有点 可以再来一手 万一点能点这包撒又牛逼了 铁棒 加油啊 好哥哥希望你再来个一马入魂 啥的好哥哥 好使 来点有意思的话题 看看想听点什么疑难大政 媳妇跑了的 对吧 丈夫出轨的 然后呢生活不幸福的 现实是懦夫的 是不是 那个灵异的故事就不讲了 不要再问了 出了吗 只要出了就牛逼了 连着出仨 刚才没出啊 谢谢前男友 破肥了 然后老婆也谢谢 一边等等吧 看看一会儿 是不是等会儿大哥 少不两口 一发入魂 啥的 点不两口的 吴静哥支付宝 背贴200能追回吗 不知道 200块钱 那问题就在这 你支付宝 怎么被骗200块钱 那我没懂 而且你被骗200块 200的话 你给支付宝打电话 人家是不管的 明白吗 除非你报警 但是报警 为了200块钱 我估计 学院不会立案 太少了 而且你这200块钱 支付宝 咋被骗呢 兄弟 小北希 谢谢兄弟 前男友 谢谢哥们 你支付宝 咋被骗呢 200呀 这200都能被骗 干啥了 被人骗200 200只能 咱说对南京点的 认在吗 200块钱 你报警 咱说实话 警察也不管 太少了 不就是 不够立案呀 我记得好像立案 金额是3000块钱以上 好像才能立案呢 200应该立不了案的 没人管 太少了 对吗 那谁007 被人骗了 你直接转账 这就只能 下次注意点了 卓一 这东西 我估计 没什么人能管 因为 被骗金额 一是少 第二吧 就是说 可能真管的情况下 你说你有理 他说他有理 你懂吗 除非说 你的金额比较高 200块钱 估计没洗 就是你去 你去找官方 去找支付宝 支付宝都不管你 没法管那东西 对 下次就注意点吧 举报应该没 但是你最好也是举报 你甭管举报 有没有用 你就赶紧举报就行了 把截图证据都发上去 举报他 能把他账号封了 是最好 知道不 能举报 肯定举报 万一要夸 真正能举报 成功多好啊 能让他支付宝 那应该选 200块钱 选 而且你举报 人家 没跟你说吗 支付宝 不一定管 你虽然有截图 但是人支付宝 不知道 你这截图 是真假 明白 人家认定的 就是说 你把钱 转给人家了 人家不可能认定 你的证据 你的证据 只能去派偶所 你知道吗 要不你要想 叫这个劲 要不你就去趟派偶所 你懂我意思吗 你就去趟派偶所 你举报一下 你说这个人 骗我200块钱 他是个骗子 虽然200不多 你让警察记录一下 也行 对 要不就是说 整个记性 那怎么办 我一直跟你们说 网上这东西 牵扯到钱 千万记住 留个心眼 网上牵扯到钱 你们这傻乎乎的 这好家伙的 200虽然不多 但是也是钱呀 200 对吗 束藏不玩 束藏是什么东西 不懂 谢谢前男友 加油了 凑凑三星 莫不搭 好家伙 希望再来几手 多出几个 飞机就好了 好家伙呀 你200也不知道 你因为啥被骗 是买游戏装备呀 还是玩传奇私服呀 但是200都不多 反而下次留个心眼吧 我没跟你说 网上骗的太多了 你懂吗 网上的骗子 你甭说200 可能连五块钱都骗 太正常了 网上没跟你说吗 什么人都会有 我一直跟你们说 网上的东西 不要牵扯到利益 如果要牵扯到利益 一定走官方渠道交易 就跟那些打滴滴的也是 包括找货拉拉 就是说可能走官方渠道 稍微贵一些 起码安全 这就是安全意识 你知道吗 就包括你们 网上买装备 买账号 一定走官方渠道去交易 对吧 起码说有这证据啊 我不玩游戏 今天我现在啥游戏都不玩 我现在对游戏没有兴趣 如果有一天真有钱了 最多就玩个传奇就行了 你们不一定爱玩 你知道吗 我玩的游戏还是比较老游戏 我爱玩的游戏比较老 你们不一定爱玩呢 你知道吧 所以现在呢 也不怎么玩游戏了 玩游戏吧 浪费时间 有时候吧 这一上头 跟你们一样 可能爱出行 不砸装备吧 劈不过人家 所以这一玩上头吧 就得PK 就得砸装呗 不砸装呗咋玩啊 那咋玩啊兄弟 不砸装呗 怎么杀人 怎么PK 所以尤其玩传奇 就是这样 你不砸装呗 这么一会玩 越来帮玩了 凑凑三星 来个一发入魂 好家伙 一毛钱 两毛钱 帮弟弟凑凑三星 那谁卖铁兄弟 想听点啥呀 疑难杂症的 完事了 完事了 把灯关上吧 招虫子 传奇装备保 你要真玩传奇的话 装备不保值 贵的是什么呀 很多玩过传奇的人都知道 玩传奇玩的不是装备 装备只是次要呢 所以你看为什么 很多人说 为什么传奇私服这么贵 就是你玩传奇私服 找一个稍微牛逼点的服 可能需要二十万到三十万人民币 就是玩到顶级 装备不贵的 就是顶级装备 估计也就六七千 一万块钱 就一身差不多搞定 但是很多可能剩下二十多万 三十万可能都得达到等级里 传奇玩的是等级压制 你的等级越高你越牛逼 明白 你光有装备等级低没有用的 所以你看很多人玩传奇 尤其找大服务器 玩的就是等级 但是一般玩传奇私服 你会发现 其实玩传奇私服 比玩官方的人气都高 我也特爱玩传奇 但是你要说嘛 你找一垃圾服快三服 玩个一礼拜人就跑路了 虽然便宜 充个两三千 玩个半个月人就跑路了 但是你要玩大服务器 你要真想好好玩 也得二三十万 你要玩大点的传奇私服服务器 没个二三十万 真玩不下来 所以你别小看私服 传奇做私服确实很牛逼 你看好多游戏 基本就是 这个私服开不了一年就倒闭 但是就是你会发现 传奇一直屹立不倒 而且每年都比每年贵 所以可能说 对于你们小孩 可能不太了解传奇 你对于七零后的人 八零后的人 都是慢慢玩传奇起来的 就是慢慢玩传奇 长大了 所以我也特喜欢玩传奇 但是吧 你现在让小孩去玩吧 一说花钱人家不玩 还是玩路啊路 王者荣耀 不需要花钱 最多就是买个皮肤 就是实力不会相差太多 明白吧 传奇不行 传奇就得砸钱 如果我跑东北地区的话 应该没事 没明白 没明白 你为什么要跑东北地区 是什么意思 没懂 你为什么要去东北呢 推荐一个20万左右电车 比亚迪啊 兄弟 而且我告诉你啊 而且我告诉你啊兄弟 你不要买纯电呢 你可以参考一下比亚迪的油电混合的好 因为你纯电吧 确实说可能不用加油 但是纯电车有一什么问题啊 你要真是以后有机会自加油啊 去外地什么的 好多地儿没有加电的地儿充电的地儿 好像那电都能跑130公里左右 我觉得就是油电混的车现在挺靠谱 不要完全去买电车 谁花二三十万买国产车脑子有问题 那是你傻逼啊 比亚迪现在坐车多牛逼啊 就你这穷了巴基的还挑上了 那你买进口 那你买啥进口了 我听听 就讨厌你们这些自己不挣钱 没钱的穷了巴基的 买个国产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国产现在比亚迪坐的真挺牛逼的 你就跟那臭老帽 什么都不懂胡说八道 别小看国产品牌 现在国产品牌比亚迪 包括宁德时代坐的电池 真的挺牛逼 你懂你妈呀 你自己挣多少钱 我听听你开什么那个进口车兄弟 你自己都买不起车 还胡说八道 你让老百姓买车 肯定是实惠为主啊 现在比亚迪坐的油电混的电车 多好啊 宝马530你太穷了哥们 宝马530这破壁车 你跟我这吹半天牛逼大哥 开宝马5一个那吹半天牛逼大哥 那么问题就在这 你宝马530也不是进口的呀 最多就是按咱那说武器算不算530顶配呀 你这也算合资车也不算他妈的进口的呀 铁娃 看来我真拉了 能不能把他530都能跟那吹半天牛逼 所以说就是刚才那哥们说20万买个车 就是个人建议 行你牛逼大哥你赢了 我没开我没什么好车 我开的吉利 我那车8万多 我就是大哥对不起啊 我没想到你这么有钱开个武器 我开的吉利 8万多块钱 所以就是我做主播的肯定是往便宜的推 明白吧 大哥你也别生气 没想到大哥开武器这么有钱 咱也没见过这玩意 我那吉利开的挺好的 就是挺便宜的 碰了寡了我也不心能倒是 所以刚才晴天那哥们 你要真想20万买车的话 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比亚迪 真挺好的 918大哥 小鹏我不太了解 小鹏这车吧 我那天看了一视频 就是小鹏撞车的那一刹那 就是系统可能也是有问题 就是他在自动驾驶的过程中 就那前几天看那个网上那视频 前面有车吗 直接就撞上去了 就按道理 他是自动驾驶会躲避 但是那车他并没躲避 你可以看看小鹏 小鹏在网上那撞车视频 我记得好像小鹏 我记得好像小鹏那汽车 那是突然就火了呀 以前从来都没听过 这小鹏的汽车突然就火了 好像 30万 你要30万 说实话 老汉再凑点钱吧 买个哈兰达也行 哈兰达虽然也是国产的 那个丰田嘛 但是这车很保值 30万不能可丁可某的买一辆车 你要说30万 既然你都拿出30万了 你不如再加5万 直接商量哈兰达多好 SUV空间也大 也保值 多好的车呀 明白不 所以说你要真是说10万20万 想买个车 我觉得比亚迪挺好的 哈兰达不要30万嘛 但是我觉得哈兰达不止30万 得加价 你可能都买不到 哈兰达你得加价呀 那车卖的太火了哈兰达 你自己反正就是说 你自己有多少钱 你自己知道 就是根据你经济实力去买 但是你要让我说 我觉得比亚迪挺好的 比亚迪车真挺好的 对吧 买个油电混的 我觉得特好 对吧 你要真是说30来万 想买辆车 我觉得你最好考虑日本 日本车 就是哈兰达什么的 现在哈兰达没那么贵了呀 果然三星还没过 严谨说 不等你帮我过呢吗 这三星 这不等你帮我过呢吗 这三星 懂点事啊 我咋都看着 也没懂事了 ADAS标识目标出问题了 是吧 就是那个小鹏 他那反正就是说 自动驾驶出问题了 出问题了 反正那次看完之后 挺危险的 自动驾驶直接光就撞了 卧槽 不过前面那车也傻逼 就慢慢开 撞就撞了 直接追尾了 其实当时那车要开快点 不会追尾 但是就说这个自动驾驶 我到现在都认为啊 这个自动驾驶功能 说实话 对 真的别用 说的很现实的话 你要真是说 生命的东西只有一次 你最好还是人去驾驶 这是最安全的 咱们看电影 科幻片的自动驾驶 还能飞 那毕竟是电影 对 自动驾驶 包括自动躲避 它还是不成熟 就是 就跟咱用的手机电脑似的 它自动也会死机 所有靠系统的东西 它不死机什么事没有 但是就怕它突然死机 就容易出事 你知道吧 所以黑科技发展的是好 当然这电子系统 它也是有漏洞的 真的是这样的 对 这话没错 资本家不用 你也不用 因为资本家最要命了 我跟你说 真是 对 你装了一下 可能命就没了 千万不要把 所有的生命的东西 交给系统 看科幻片 可能这车能飞 自动变形 自动驾驶 那毕竟是电影 那毕竟是假的呀 你会发现任何事物 都没有完美的 明白吗 任何事物都没有完美的 所以汽车 这自动驾驶的系统 也是一样 没有完美的 它绝对会有漏洞 就跟你用那电脑似的 可能说你用一年没事 突然有一年夸死机了 可能一年出现这一次 但是这一次真要命啊 你要正常的驾驶 它没出毛病 还没事 慢点 如果那天夸你 真他妈自动驾驶 真他妈死机了 可咋办呀 对吧 就是说即使没出问题 你也后怕 多他妈害怕呀 尤其跑高速 光这么撞 你人就没了 对吧 所以说这自动驾驶 人都功能还是那句话 尽量不要去使 就是他有这功能 你买肯定是好事 对吧 但是尽量不要用 我觉得人控制车是最好的 人的反应速度 敏捷度比系统要快 即使过一百年以后 这个汽车系统 它不可能也是完美的 咱就说拿人来说 人也不是完美的呀 人也有自己的缺点呀 对吧 一个道理 所以刚才那哥们说 要真是二十万买车的话 个人建议还是买什么呀 就是买这个 我觉得比亚迪 我真的挺喜欢比亚迪 尤其比亚迪 油电混合的车 我特喜欢 尤其那叫什么比亚迪送 我觉得挺帅的 红的 但是我看好像网上 也会有很多比亚迪 可能自然的视频 但是这东西呢 就是任何车 你像奔驰也是 它也不可能是完美的 对吧 但是我觉得你要说像 像咱国厂做的品牌说 这个 这个 这个比亚迪 包括宁德时代的电池 我觉得做的挺好 但是你买什么 看你自己啊 毕竟你问了 只是一点小建议 你喜欢什么 你就买什么 有钱难买耶乐意吗 只要你买完 你开心就得了 对 你自己喜欢什么 你就买什么 因为现在你在4S店买的所有车 它既然能卖 这车肯定没什么问题 就是价格的问题 是进口还是国产的问题 懂吧 你要真正说 像刚才那MY那兄弟说 可能你要真有钱买进口的 肯定是好事 因为进口车确实可以 尤其是德系车 进口车的铁皮比较厚 你要说买国产合资的 什么奔驰宝马奥迪吧 铁皮比较薄 明白吧 所以你要真能有那资本 买好车肯定是好的东西 它毕竟贵 肯定有贵的道理 它便宜也有便宜的道理 明白吧 对 就是别拿自己的钱 买别人喜欢的 可以这么理解 明白吧 所以你自己去考虑 静哥油电混的 油盘还是电盘 对好像都能上吧 油电盘 好像是都能上 这个我不太了解 因为我没有电车 我也没有油电混 所以我不知道直播间有没有 那谁青虫 就直播间有没有油电混和 开这车的兄弟 是不是上那个油电混 上盘是上油盘 还是什么的 那个那个电盘 我也不知道 这我还真不太了解 但是你要 就是你要真想买电车 类似的车型 我觉得建议你买个油电混 哎 那谁紧张来了兄弟 建议你买个油电混和 你要买纯电的也行 但是如果真是到冬天 你的电量不足怎么办 因为这个电池它再好 它是也是有缺陷的 你懂吗 就是咱手机啊 咱电脑啊 所有锂电池的东西 一到冬天瞬间 手机也是瞬间没电 所以你得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油电混的车 我觉得挺靠谱 对吧 就是说没电了 那我就用油呗 我觉得是这样啊 但是这东西因而异 毕竟是你买车 肯定希望你买个好的嘛 保时捷四个烟管 也不能挂绿盘 不懂 保时捷太贵 咱也买不起啊 咱也没见过 保时捷咋拼呢 混动的绿盘 和纯电盘的字母有差异 雷克萨斯也行啊 雷克萨斯日本车呀 现在雷克萨斯多牛逼啊 你就记住了 买日本车永远保值 只要是丰田呀 包括本田 日本车基本都很保值 明白吗 雷克萨斯也很牛逼啊 对 你要说 你要说想问保时捷 你得问王狗 他那都那么开了 七八年八九年了那车 现在三十万可能都卖不出去 有牌面啊 牛逼啊 所以好车呢 就是外观牛逼 你懂吗 所以一般买好车的人 基本好多都是不差钱 但是也有为了装逼 正常 出门在外开辆好车 肯定有牌面啊 但是你针对于过日的老百姓来说 肯定什么便宜 什么方式好 对于老百姓不贵买哪个 开车还是实惠 进隔1.5T跟2.0L 哪个动力比较强 好像代替的比较强 我记得是代替的 代替的比较 我对车不是特别动用 我觉得代替的应该强吧 这我还真不太了解 我只是一般跟你们聊车 一般就是寥寥霸道 跟奔驰我开过呢 具体动力我真不太了解 因为这东西吧 就像那天我跟你们说那话 就是 你开12缸的劳斯莱斯 我开一辆5万块钱的车 咱俩都是等红灯 你就是比我费油 因为你也不是专业玩车的 你买那些动力特别强 在中国这个社会 你没地儿飙车 所以我到现在一直都说嘛 不要买动力那么足的 你也不飙车 你买它干嘛 你也不玩车 所以很多人就纠结这个动力 雪佛兰这几年不知道 这不太了解 这个我不太知道 我觉得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说吧 你正常开车上班下班啊 出去玩啊 你也不飙车 你买那么动力足的干嘛 我觉得基本就是2.0T的 我觉得靠点谱 就是2.0T以上的排放是最好的 2.0T呢也有点劲 明白吧 当然2.0像你刚才说的 好像2.0L外包啥意思 应该是没啥劲 尤其SUV一定要买2.0T以上的 千万不要买1.5 1.5没劲 你看那霸道也是啊 那霸道2700的买的人就没有 2700 3500 4000中东嘛 一般买都是3000起步 就3500起步 2700的没人买 而且2700的好像不保值 明白没劲 所以你开SUV一定要开有劲的车 你要说太小吧排量 它没劲 毕竟它SUV比较沉 你知道空间大呀 1.5跟2.0L没区别是吧 对这些专业的你跟他们讲就行了 我不太懂 太专业的我不太了解 还有什么 凑凑人头啊 兄弟姐妹们 三星战五凑凑人头了 点磨人银了 家伍 这两个铃来打点了 家伍 我那奔驰 奔驰买车多少钱 你老跟你有啥关系 天天老问这个 天天老是不有病啊 天天我就特纳闷 你多大岁数 你老问我车多少钱干嘛呀 我就特别对你这个问题 我也对你这个人脑袋 是不是有问题比较感兴趣 你说正聊车呢 跟他们这聊车 你这非问我车 跟我有啥关系呢 我这车多少钱跟你有啥关系 而且我都无数次说过了 你怎么还在问 对啊 我本着都卖了 还在那问多少钱买多少钱买的 我早就说过无数遍了都 那个水友 天天对 天天都问 老粉丝一进房间就碰 哎呀 你上奔驰官方去查 都有价格 所以有时候你碰见这问题吧 真是挺头疼 你老关心这东西 你要买是咋地呀 还是说你准备要提奔驰啊 哥们 那些车是最没意义的 一百万以上的车 真的不保值 真的不要买 有钱也别买 那就是一个装逼的东西 没有任何的意义 明白吗 你对于老百姓正常生活 就是买实惠的东西 不要买贵呢 尤其是车这个东西 越贵越不值钱兄弟 哎 水友 对大众也挺好的呀 大众也有便宜的 十万二十万的车型 什么都有 你非要追求牌子 除非你有钱 但是你有钱买这辆车 虽然能装逼 但是这辆车呢 毕竟是消耗费 赔钱不赔钱 只有你自己知道 明白吗 所以真没必要 说买那么贵的车 你看那会我买那奔驰 我就特后悔 贼后悔 就是装逼嘛 这他妈自己赔了一半 谁难受谁知道 二爹A6可以啊 A6我挺喜欢的 A6多装逼啊 卧槽 我觉得A6多装逼啊 但是A6不太适合小孩开 一般自己小老板啊 做点小买卖 开个纯黑色的A6 黑色的A6 或宝马武系 或奔驰艺 基本就是小老板 做点小买卖啊 谈个生意 对排面 你要正常上班家用 没必要买A6 你要正常的上班 你要买车 你就买个 就是那个家用车 最好是买个什么呀 买个那个SUV 或者类似GL8的车型 包括什么爱立身 奥德赛 这种空间大 适合家人乘坐 你要说家用车以后 你有了孩子 带媳妇父母出去玩 你买个轿车 空间太小了 坐人都坐不进去 你知道吗 就包括SUV也是 你还不如买个 类似爱立身的车 空间大呀 到时候拉着父母 媳妇孩子出去玩 也方便 家用车 就得有家用车的样子 你要真是买个轿车 我觉得空间太小 而且底盘也低 你要真是说 六日休息 去山区玩 底盘低 容易脱底 各有各的优势 你想买什么车 你喜欢就好 所以每次聊吧 就比较古板 就是说 你看你是自己开 还是改装 还是家用 对吧 拉孩子 父母出去 什么的 对吧 你得明确这个道理 还是说 我自己做点小买卖 可能挣点小钱 想买个稍微 能装逼 还能谈买卖的那种车型 奥迪A6 奔驰E不都行 宝马我也行 你要说你是大老板 特有钱 基本都做阿尔法 原来是做奔驰S 现在都他妈阿尔法 保姆车 对吧 你要真有钱 买个奔驰麦巴赫 更牛逼 那他妈都是老板车 前面顾司机 后边坐老板 谈个生意 那多有牌面 奥迪A8 啥的 劳斯莱斯 那牛逼 对吧 还有什么 把这天天疯了吧 这天天这孩子脑袋 更有问题似的 我看这孩子 天天都在直播间 问这问题太无聊了 给他360疯了吗 别让他说话 真讨厌 顺便点点我的三星任务 兄弟姐妹们 点播三星任务 摸摸他 有没有大哥 那帮忙操操人头 兄弟姐妹们 人头凑 就凑完了 就差 就差 是不是 把任务贡献值 完成一下 我家伙的 没办法 天天不好意思 因为你这人 天天问类似的问题 都关注你好几天了 我现在不随便疯人 除非说 真是这个人脑袋有问题 特别招人讨厌的 那种天天老问 一种问题的人 直接就疯掉了 行吧 不是 你别管你 金额不仗义 你自己什么样 你知道 对吧 每天老解释的问题 你都知道 每次来还故意 在问这些问题 我留着你麻屎 对吗 我留着你有什么用 天天就在那捣乱 没话找话 在那天天带着节奏 又是奔驰多少钱 又是奔驰去哪了 天天问这问题 对吧 你单元正常点 我都不可能疯你 还有什么想听的 还有啥呀 兄弟姐妹们 天天双修 对你去开点药吧 这哥们天天你说你天天看直播 天天就问这几个问题 我不知道你是没话找话的 不给你机会了 房伙没在房伙没在 我疯你了 我给你疯了 你别来了 以后你不太适合看我直播了 不好意思兄弟 别管你金额不好 这那么好家伙 天天都在说这问题 每次都说 不要问重复的问题 天天就在那恶心人 我看给你选择什么呀 不当言论吧 不好意思啊 兄弟 杀鸡给猴子看 必须得疯掉 就这种太讨厌了 没话你就别 别在那天天问 一个同一个问 天天问 对吧 你要说头一回来无所谓 你天天问 真讨厌 还有啥 经常在试 A6跟坦克500 坦克500 坦克300跟500这种车型 目前先别买吧 因为毕竟新出的 而且听他们说 300跟500好 现在挺费油的 所以说你看看 你是喜欢轿车 还是SUV 你懂吗 但是我觉得你要真是喜欢 如果我要是你 可能我会选择SUV 明白吗 就同等价值的买辆 A6也得50来万 你干嘛不琢磨 琢磨直接上辆霸道也行 买个霸道也挺好的呀 霸道这空间 这车空间也好 也大 多舒服 看 你买A6吧 虽然外观挺帅的 但是空间太小了 A6都太偏商务 明白吧 我觉得买霸道挺爽 你都五六十万都扔进去了 你也不在乎那点钱 干嘛不直接商量霸道 一拨到位多好SUV 对吧 而且我觉得甭管是新款霸道 可能没有老款霸道保值 对吧 但是新款霸道我觉得也比A6保值 A6不保值 不太保值 对就是你买A6最便宜的乞丐版也就三十万 就是丐版 就是什么功能都没有 就是买一车壳 丐版也就三十万 但是不建议买乞丐版 不建议买乞丐版 乞丐版吧 怎么说呢 乞丐版没功能啊 就是一车格 买车买中配车是最好的性价比 高配低配都不要买 中配车型性价比是最好的 库鲁则更好 当然库鲁则贵呀 你现在买新版的那个 那陆寻大概得两百万呀 我也喜欢那车 问题贵买不起呀 对吗 现在有新款子 陆居巡洋舰呀 是牛逼 张口两百万新车 新出的吗 两百万 顶配两百万呢 原来我记得 我原来记得陆寻顶配才一百二十二万 一百二十万 现在都他们两百万了 我操 所以现在丰田出这车也不便宜呀 真他妈贵呀 现在动不动一封田都能买到两百万了 我操 就封田的陆寻两百万 我操 陆虎 个人建议陆虎 我也喜欢 懒胜啊 包括那个发现 陆虎车型 我也特喜欢 但是说实话 陆虎真不保值 而且陆虎问题太多了 啊 库鲁泽还不如买个陆虎 这一看你就不懂车 陆虎这车你买完了 瞬间就不值钱 连他们这些回收 这个二手车贩子人都不收陆虎 一个陆虎 一个特斯拉都不保值 包括沃尔沃也不保值 明白吗 你买陆虎就是买的外观 可能说特帅 我也喜欢 但是陆虎维修保养 一个是贵 第二小问题太多了 所以刚才那哥们说 买库鲁泽不如买陆虎 这一看就不懂车 我操 库鲁泽就陆寻多保值啊 这陆虎赔死你 我操 你150万 你150万买个大懒胜 你开个一年再卖 能卖100万都阿弥陀佛 都悬 没人要 陆虎问题太多了 所以你要真买陆虎 基本家里还得有两辆车 一辆车背 因为陆虎经常出问题 可能说你今天上班 一进车里一大伙都打不着 不知道哪出问题 所以真正玩陆虎的人 基本都是有钱人的玩具 家里不差钱的 买辆陆虎 装个逼 如果这车出问题了 有备用车接着开 明白吗 别瞎买 那陆虎你有那钱 你干嘛不买那些保值的车型 对吧 你有那陆虎买 几光六五六十万的钱干嘛不买个他妈的那个什么呀 风天八道多牛逼 也比那玩儿保值 空间还大 多牛逼呀 你要真有那一百五六十万买个陆虎也牛逼呀 奥迪A8也不保值 奥迪A8好像降渐降的特快 就是奥迪的车降渐特别快 奥迪奔驰宝马 这些车型里边最保值的是奔驰 尤其那商务车什么A8迈巴赫呀 七系都不是很保值 你要论什么呀 你要论那个 你要论那个商务车这三个德系品牌 保值的商务车像S七系A8 奔驰 就是奔驰S迈巴赫还是最保值的 对呀 宝马也不保值 都不保值 这些车型没有保值的 所以说真是买奔驰宝马奥迪 可能都是认准这三个大牌子 觉得开出去牛逼装逼呀 保时捷也不保值啊 这车虽然牛逼 但是不保值的 越贵的车越不保值 你看那个所谓的丰田呀 日本车包括那个 包括那个雷克萨斯 虽然可能外观不是很好看 当然这车确实实用 确实维修保养便宜 真保值 所以很多人买车 基本都是奔着外观去买 但是外观去买 是好看这车 但是问题的不保值啊 那老百姓买车还得是往保值 那肯定的 我告诉你 老百姓买车不会考虑销量 一这车空间好与坏 空间大小 第二这车是否保值 第三就是什么呀 所谓这根据啊 不分前后排行 这车加油啊 维修保养便宜不便宜 日本车基本都适合 日本车 你懂吗 所以老百姓买车 一上来先看看空间 对吧 这车保不保值啊 别回头上 哪天我一卖 着急用钱 真是家里 真是出事 一卖上 50万买的 卖20万 一下亏30万 谁也不舍得 明白吗 老百姓买车 就是考虑这三个点 这车到底空间怎么样 第二就是说保值 这车费不费油啊 基本就这三个点 所以你看现在 为什么说日本车保值 尤其丰田 雷克萨斯也很牛逼啊 奥迪也减配 都一样 你现在看那些 奥迪奔驰宝马 可能说最早出的时候 这车型可能中配车 50万 现在你要再去买45万 王尼可能会想 卧槽怎么便宜 5万那我得赶紧买 买的人永远没有 卖的人聪明 你记住这句话 明白吗 你一定记住这句话 你不可能占那个便宜 那谁汤姆大哥来了 汤姆大哥跟你解释一下 我不是个鸡贼的人 我不是个鸡贼的人 别弄得跟老娘们似的 天天给我造谣 行吗 汤姆大哥 谢谢你 有什么直说就好 不要给我造谣 有些事情你们不太了解 我特讨厌那些不了解事情的人 给我造谣 我本来不想理你 所以跟你说一声大哥 我不知道你多大岁数 活得像一个男人最好 不要给我去造谣大哥 雪铁龙 我这我还真不知道 反正我就知道 丰田的车特好 所以说以后要真是有钱了 我也准备要买就买丰田 或者日本车 我觉得日本车挺好 虽然可能外观不是特好看 但是说实话 真的特实用 你对于老百姓来说 确实这车 确实它是个保值的东西 我是这么认为 但是你要说 操我就想装逼 我家里有点钱 我就想买个宝马 奔驰奥迪 可以 你有钱 你买什么都行 你买劳斯莱斯 也没问题 但是劳斯莱斯 也不保值 劳斯莱斯 你买了再卖 就不值钱了 跑车也一样 所以很多人买车 买的都是外观 越帅越好 知道吗 日本车不能说省油 你说霸道 陆寻省油吗 不省油 因为你真正能花 六七十万 一百多万 买丰田的霸道 跟陆寻 它本身这车 就比较沉 你像我那霸道 自重那车 就一点八吨 一点八吨的情况下 它本身就比较沸油 它不是省油的 明白吧 而且说句实话 你真正买车的人 你六七十万 你都花进去了 或七八十万 一百万 你都能买这种车 说实话 有几个人会考虑保值 不是 说错了 就是考虑省不省油 不会的 要么你要 你要说 我买一百万的车 我天天琢磨省油 你不如给它卖掉 你懂吗 你真正一百万 两百万 一千万买辆车 你跟我说兄弟省点油 那你还不如别开呢 你还不如不买 不买 连油都不费呀 对吧 这就是心里话 所以说 你要真正说 买完车 你特纠结 我得考虑省油 还是不省油 那你最好还是别买车了 你不买车是最好的 你不买车 连油钱都不用花 养车保险你都不用交 对吧 所以你得考虑好这个问题 你要天天就是老琢磨省不省油 那你还不如买个电车 或者骑个小电动车 也便宜几千块钱 你干嘛还要买汽车呢 所以这东西你自己想明白 还有什么 宝马电车我还真不知道 宝马电车我还真不知道 好与不好 这我不太清楚 官方 那可以 那肯定 那肯定可以啊 哎 欢迎隆隆 奔驰官方 宝马官方 奥迪官方 卖的二手车 可以信 因为我的奔驰卖给的 就是奔驰官方给收回收回了 他们基本给你重新 从里到外翻新 然后呢 如果有配件坏了 他都会给你更换 所以官方认证的二手车 就这点好 就比较安 就是怎么说呢 就比较说可能放心吧 明白 就是总比你在外边买的二手车 你不太放心 强点 你知道吗 哎呀 买宝马电车也不能是大冤种 反正就是说 有钱 咱买耶乐意 你买什么车都无所谓 对吧 只要你喜欢 有啊 严明 我那奔驰就是让官方给收回了 问那些二刀饭子 出的价格都不是很高 五十六五十七 往后来 奔驰官方 先那个有那个师傅嘛 给你那车鉴定一下 评估 评估完了 当时给他五十八万 这么着就卖给官方了 不会低 不会低 反正那会我爸 给我卖那车就是 就是问那些二刀饭子 可能五十五万 五十六万 给的不多 往后来卖给那个奔驰官方 收回是五十八万 还多几万 喜洋洋欢好哥 就是你这辆车保养的怎么样 轻微没轻微 寡蹭 包括他的那个4S店的销售 那个保养都会能查到 所以说你卖4S店就这点好 他就是能可能 可能你保养的好 没寡蹭 卖的更高一些 保护的好 对 犯的就是黑 因为现在说白了 二手车市场 现在卖不出去车 他肯定以最低的价格 收你的车 他也占便宜 明白吗 但是你要说 卖给奔驰官方 人家官方认证的二手车 估计官方卖的 就是翻新完之后去卖 可能卖的也挺贵的 毕竟是官方认证的车 确实有保证 你买那些二刀饭的 那些二手车吧 给你改表啊 给你这个那个 你不放心 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买官方认证的东西 就这点好 有官方帮你认证 签合同啊 有协议 出现任何问题 你可以找官方啊 对吗 就是有人给你处理 所以这就是什么呀 官方认证的二手车 我觉得比较安全 可能稍微 可能你去买的时候 可能稍微贵一点 但是贵有贵的道理 对 可以可以售后 有什么问题 就都能找他 但是你要买车贩子的吧 给你改完公里数 给你改一大堆东西 你都不知道 或者他出过什么事故 人家不告诉你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真正买这些官方认证的二手车 就是图一踏实 可能多花个 可能比外边贵个三五万 但是买一踏实 说白了 多这三五万 买的就是一售后 这车可能我刚回去出什么问题 你找他 他能给你解决 但是你买二刀发 那谁给你解决呀 对吗 谁他妈给你解决呀 浩哥喝酒呢 哎 愿意帮个忙 点播三星任务 好家伙 升个粉丝牌呗 哥哥姐姐们 好家伙 进哥我92年呢 工作快八年了 买了一个二十万的车 十二万首付 还要让家人帮给六万 越供三千三 然后呢 你要有能力 你上班自己还不就完了吗 自己上班证 自己给越供不就得了吗 所以你们买二手车 我个人建议1984 还不如上官方买呢 认证呢 推踏实 多花三五万 起码买个踏实 你知道吗 就是你像这种奔驰 奥迪宝马 这么着 这种公司不可能骗你 知道 就这点好 明白了吗 感觉好失礼 我没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家人给你买车 付首付 你一月什么月供三千三 你跟我说是啥意思 我没懂 什么感觉好失礼 我没懂 你自己挣钱 你自己就还贷款 不就得了吗 没明白 你跟我表达的意思是 结果是想表达什么意思 就是你家里人帮你 富然首付 然后你现在靠自己努力 上班还钱 是这个意思吗 那不挺好吗 让你知道 从小知道 这钱多难挣 让你省了点 慢慢还钱 不挺好吗 所以我没明白 你表达的意思是啥 什么感觉好失礼 又是什么意思 我没明白 我三包尿 等我一下 我三包尿 我三包尿 这也抛尿 还有啥想听的呀 兄弟姐妹们呢 对呀 你去买那个二刀饭的 那个二手车市场 就怕买到泡水车 就怕那个 所以说你要真有泡水车 人家也不会告诉你 人家赚的就是你这个钱 坑了你 你买二手车 不认识人 或者你不懂车 就会存在这个风险 所以你去官方 买认识的二手车 就这点好 你懂吗 就是起码说有保障 有什么问题 人官方跟你说的特明白 你要买那些二手车 贩子卖的车吧 真有什么问题 出国事故 人不告诉你 而且人挣的 就是你这个钱呀 谁也不愿意去买事故车 知道吗 但是你要说 可能官方认证的 可能会保险 人都告诉你 因为什么东西 但是二刀饭的人 也不告诉你 人挣的就是你这个钱 所以啊 就是说二手车市场 水深就是因为这些事 人有事人不跟你说 你自己傻乎乎 还觉得这车挺好 其实你被坑了 知道吧 还有什么 对他便宜 虽然他便宜 但是说白了 你买的你觉得你踏实吗 真有问题 你也不知道 不是 反正奔驰是有 我不知道 我估计宝马奥迪 应该也会有官方回收 但是你要说像国产品牌 我还真不知道 包括日本 应该都有了吧 因为现在这个 官方回收二手车 其实在卖也很挣钱的 这就算一块肉 都学会了现在 我估计应该各大的那些官方 应该都会有二手车回收 就是官方回收 但是国产的我不太了解 国产的有没有 就是说官方回收这个项目 我不太了解 我估计丰田也得有 对吧 你就看那些车型火的大公司 应该都会有类似的东西 反正奔驰是有 我估计宝马奥迪 应该也得有 保时捷有没有 应该也得有吧 我也不知道 老斯莱斯应该没有 老斯莱斯牛逼啊 老斯莱斯牛逼怎么能卖二手车呢 有没有你自己去 查查那个卖车的官网 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或者打电话问一下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想听的呀 兄弟姐妹们呀 这是俩哥俩来的 哪点啊 我什么时候要倒二手车 没事吧大哥 我不搞这玩我疯了 怎么说疯就是雨 我们就是正常聊这个车呢 这聊着聊着车 怎么我要倒二手车了兄弟 就真是说疯就是雨 这一看就是从美食区出来的人 说疯就是雨 胡说八道 浩哥喝 浩哥职业班哪干嘛呢 上次我不知道聊什么问题 说疯就是雨 我上次说有一哥们要买车 我让他买比亚迪 然后瞬间第二天说 吴静青说你要买车 要买比亚迪 我说我什么时候说了 真是这样 说风就是雨 我操就正常聊天 我就买二手车了 我还不能聊了 今晚夜班 现在喝呢 少喝点浩哥 少喝点 就正常聊 别瞎说 天天说风就是雨 胡说八道 然后听完了吧 特别有意思的就是 明天去别的房间 无计要买二手车了 就胡说八道 一大帮人确信一下 就来房间听说你要买二手车 真是说风就是雨 这一看就是从美食区出来的人 聊点话题就是要干什么 我都服了 今天我这乐高也是 我往这一摆都以为我卖乐高呢 这乐高我没拼 全是成核的 是因为什么呀 我最近没时间拼 所以这两天呢 等于就是说我把河摆上去 这么着要不显得贵的太空不好看 今天白天也是一开播 我操你要买乐高 我说我没卖 我说自己摆的 真是这美食区的人 我感觉就是这样 他妈说风就是雨 我操 喝困了 喝困了 睡吧 喝困了 还有啥想聊的 哎 那谁雨 有没有什么感情一难大胜啊 媳妇跑了的 敢怒不敢言的 兄弟啊 往顺便点 播三星吧 哥哥们 好家伙 上播三星吧 兄弟姐妹们 好家伙 新房怎么样 还行吗 反正目前慢慢住的 有一点点习惯了 我刚住着 你算吧 我到 我到29号就明天才住一个月 我7月30号住的嘛 所以说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呢 反正整体感受还行吧 就楼上楼下走 有点累 楼上楼下走 带狗撒尿拉屎啊 我再上来 我再下地 拿东西 再下地 再上来 就这点特累 但是有一点好 走楼梯呢 有一点什么好处 走楼梯有一点好 就是什么呀 就是说可能 减肥了 就当减肥了 刚住的时候不太习惯 刚住这的时候 也挺兴奋的 每天 后来时间长了 好多了现在 那会儿刚住的时候特不习惯 楼上楼下走 再在上边坐着 太他妈不习惯了 那些卖萌 飞机卖萌 感谢卖萌 卖萌我到现在都没明白你表达的意思 白嫖好久了 谢谢谢谢卖萌 我跟你说 你22岁 买一辆30万的车完全够用 但是呢 怎么说卖萌 你呀 岁数小 就跟那会儿我也是不懂事 就老想买车买贵的 你懂吗 但是这东西呢 可能20出头买车 是件好事 尤其是说20出头的年轻人来说吧 可能第一次买车 我就得认牌子 尤其是德系的三大品牌 奥迪 宝马 奔驰 为什么 有面子呀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说你家里人给你交首付 让你自己还钱 其实我跟你说教育方式非常对 为什么 让你一个月挣钱自己还车贷 第二 加油你自己家 保险你每年你自己交 你就能知道养一辆车是多少钱 你会发现每个月你除了还贷款 加油保养 再加上每年交那个所谓的保险钱 你剩不了钱 其实像你刚才说那句话 家里的这种教育方式是最对的 如果说你上班 还是你父母上班继续帮你还钱 不用你还 其实这种教育方式是错的 就得让小孩刚不如社会 学会自己挣钱自己养车 包括说有时候你自己没钱了 你自己挣自己去吃饭 要不你永远不知道挣钱有多难 所以我觉得挺好 买好车也是好事 买不好的车可能就是便宜的车也是好事 各有各的优势 你买越贵的车吧 不保值不值钱 但是你买一个可能便宜的车 维修保养加油 碰了剐了你不心疼 就即使你装坏了去维修也很便宜 你懂吗 所以贵车是有面子 但是你千万别有什么问题 你一点小刮蹭维修也很贵了 包括那个七也很贵 真是车这东西就得从小培养孩子 不要买那么好的 不是好事 要买好的可以你自己去挣钱 你自己挣一百万 你买辆奔驰 你开的是装逼 你开个两年三年 你就觉得这车买的挺后悔 不值钱 真的贬值特别的快 兔兔来了兔宝贝 兔兔啥时候来的兔兔 谢谢我们家兔子飞机 我三星终于过了 真的不容易 感谢外蒙 也谢谢兔子 今天你跟阿姨说那事了吗 兔子 傻兔子也是刚起吧宝贝 都睡懵了 估计这点是不是刚起 我告诉你 就是咱中国这个社会 有一个什么毛病 你会发现就是什么呀 中国人有一个特大的致命弱点 不是中国人不好 中国人很善良 善良的人很多 行回家再说 等着你啊 兔宝贝 你知道中国人 有一最大的致命弱点 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那些国外的奢侈品 就是卖给中国人 好面子呀 昨天就给你放管了宝贝 昨天你都没注意看 昨天你可能睡着了 所以你看那些国外的奢侈品工资 公司 每年都给你出一些 就像那LV也挺傻逼 就出那些透明的背心 包括一个绿的 帆布的就跟那军鞋似的 就是卖五千六千一万 卖给中国人 这真是智商税 好多网红买那个透明的背心 这就是LV那他妈真是脑袋有问题 所以说人家老外抓住你中国人心里了 中国人要的是面子 这个东西一百万 只要不是限量 咱不能买 为什么 没面子呀 都能买得起 咱们买没有面子 所以才会你看那些玩具呀 潮牌呀 尤其奢侈品 全动不动给你玩一个限量版 对 冲击背心你没看呀 就LV那冲击背心 那他妈就是智商税呀 好像那一背心一万多呢吧 还是两万多呀 真有一大堆网红买 那他妈是脑袋有毛病啊 你冬天出去你咋穿 也不管用就是一个外表的东西 傻子才会去买 我看好了 LV又出了一款 就是那个军队里当兵穿那军鞋 又出了一款这个 多少钱我不知道 五千六千呀 所以很多东西你不要买贵的 真没意义 三万多还说少了 三万多不是两万多 就那一透明的背心三万多 哇操 买的人真是脑袋有问题 那是傻逼你知道吗 疯了 所以你看LV自从出完那背心之后 出上瘾了 又给你出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就很丑 就是LV牛逼有钱呀 得买呀 这就是中国人给关的臭毛病 三万块钱买一透明的 透明的他妈冲击背心 管用一点又没用 人家说了我不为了穿 我为了收藏 脑袋有毛病 真的这种钱真没必要 你知道吗 你要说三万块钱买一LV的什么 可能说皮夹克 或者说稍微牛逼脸的牌子什么的那能理解 起码说的毕竟好东西 这买一针破鸡 把背心 透明的一点又没有三万 真的没有意义 这钱真的没必要 就是说你再有钱 没必要这么花呀 你说对吗 一点用不管 但是有些人说了 我就是收藏 我就是有钱 那没办法 这东西只能说你有钱 惹不起 对三万块钱 你买乐高好不好 起码 有的可能没这三万多 你买的东西可能里边有保值的 说不定 你说对吧 所以我没跟你说吗 就是说 现在就是国外这帮 你别小看这帮老外 你说北京说到哪 你得说到秀水 以前一说到北京秀水街 都知道专门坑老外的地儿 一个上一短秀 两万块钱 老外那会儿八几年 就真买呀 这帮现在大毛子也学聪明了 人不要了 人现在研究你 中国人研究的特明白 只要一出限量版 你们绝对得买 没有限量版绝对不能买 为什么 没面子 静哥我开车不小心 后视镜碰了一下路人 他人一点事 我为了不麻烦给了八百宝贝 对是对 但是 你后视镜不小心 但是你车速大概是多少 我问一下 你车速多少 你反光镜碰了他一下 后视镜 你大概记得当时车速多少 碰一下八百万钱 我觉得给的有点多 给的确实有点多了 但是这种行为肯定值得赞扬 为什么 因为你能负责 二十卖左右 那按道理来说 给三百就行了 干嘛给八百呢 宝贝 二十卖的速度碰一下 真心的没啥事 他只要没躺地下 什么事都没有 你为什么给八百呢 你也跟他讲讲价啊 哇操 那个分别 一百八呢 不是一百八 那反光镜碰一下 那肯定要出事了 虽然可能事不大 但是那反光镜 一百八的速度碰一下 也不小呢 但是二十卖的速度碰一下 你为什么要给这八百呢 我的宝贝 就是你的行为很好 就是说你碰了 你知道下车解决 是个好事 你是个有担当的孩子 但是我觉得八百 就是给钱的一个问题 下次还是留个心眼 就是能便宜便宜点 你挣钱也不容易啊 我操 合着就相当 这他妈相当于 那给你碰瓷了 我都碰着一下八百 我操 那还上什么班啊 要这样的话 我也天天他妈跑去 我都碰一下八百 我也乐意 我还上什么班 我一天碰一次就得了 我还上什么班啊 下历 我说报保险 他说保险 他要住院 你知道什么呀 卖萌 这就是事逼 按咱那说大人的话 这就是碰瓷 这东西 你就是没跟他交这劲 其实你跟他交这劲 没必要 确实是这样 你交进住院 拍片都得你花钱 不过说你花钱了事 是个好事 但是我觉得 下次这样 你下次这件事 你别说走保险 下次不要说走保险 因为这跟保险这事 因为不大 你下次直接报什么呀 直接找警察 你说你先别走 你说我碰了你呢 我也知道 你别走 我报警 咱报警 走官方渠道去处理 让警察来去订 看看赔多少 明白吗 而且我相信 可能你这一下车 这个人一听你说话 我相信小孩肯定得讹你 因为肯定就是说 很多人不太了解 就是说 假如你碰了我一下 你一下车 我一看你是个孩子 那太容易了 就套路你 坑你太容易了 因为你毕竟是孩子 你懂吧 不过说实话 这八百给他确实有点多了 给他们二百还不行 给他们八百 我操 对 找下次 下次学会了 一定要报警 就任何事 咱不谈 我不跑 咱报警解决 警察来了 可能说会安全一些 他还不会瞎说话 你懂吧 因为可能 一是你是个小孩 一下车人知道你是个小孩 第二 人家就忽悠你 但是警察来了 他不敢这么做 你懂吧 五号公路 所以说下次 你是个有责任的人 挺好 但是下次一定学会报警 就是再 就是说这件事 再严重 我都要报警 这是好事 先报警是好事 往把现场保存好 该招相招相 把现场都给招好了 就是别有什么东西 没拍下来 证据 一定学会报警 报警是好事 对 你甭管交警来了 怎么判 让他去看录像都行 对吧 反正咱人也不捧 咱也积极解决 你就怕碰见的 他妈无良的人 专门坑人碰瓷 因为你不敢保证 是否是碰瓷 碰瓷的人 基本就是说 尤其像你这孩子 可能说你开车二把刀 真正老司机 一看就知道你是个新手 所以这些碰瓷的人 也不是傻逼 他挑看你画不画龙开车 你懂吗 所以说他就专门碰这些新手 要多钱你得给多少 要么就是说 你要不赔这八百没关系 那咱继续解决 我得住院 你得给我 你得拍片 你得带我拍片去 这都是钱呀 所以这帮B就这样 你碰见那RB 他妈真是碰瓷的 你真没辙 但是他说了一大堆 所谓要住院的这些借口 其实就是让你给钱 但你不给钱 他吓唬你 那咱去医院吧 你花的可不止八百 明白吗 就是忽悠你说白了 就真的碰瓷的人哪都有 甭管岁数大小 真的挺他妈丢人的 我之前也是倒车 碰了都是母女报警 做检查 比协商还对 是这样 所以他就是拿这东西 来吓唬你 你是愿意少赔钱 还是多赔 但是毕竟你确实 这是你先碰的我呀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仓道我少花几百 或一两千 那我干脆给你钱得了 一般碰瓷也好 或者说你千万别碰着 他要找到机会 他就会拿这东西来讹你 你知道吗 看到我整个人慌得一逼 对呀 是这样 所以我感觉你这八百 我告诉你卖萌 说句不好听的 我感觉是碰见碰瓷的了 卧槽 明白吗 我感觉你是被碰瓷的盯上了吧 卧槽 但是没关系 卖萌 也算挺好 你第一 你也经历过这一次事了 哎 秦九 如果你下次再类似碰见这事下车别慌 直接说啊 你先说声对不起 不好意思 你说想问问怎么解决 教你点沟通技巧 你说那怎么解决呀 他说赔钱 我说那行 赔钱行 那我先报警吧 你先报个警 一般碰瓷的人 他特怕你报警 尤其是周边 你先下车 先到完全看看周围有没有摄像头 如果有摄像头 尽量选择报警 然后警察来呢 处理 你也可以跟警察建议 你说不行 调个摄像头 摄像头记录的全程 他是不是碰瓷的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也会害怕 你懂吗 这种事不用害怕 下车正常解决 对吧 下车留意一下 看看附近楼上楼下 有没有摄像头 如果他上来就说 你不给个拿个两万 我不走 那就先报警吧 调研摄像头吧 如果要碰瓷 他涉嫌违法呀 明白了吗 反而下次遇到这事 别慌就行了 有些人一看你慌吧 可能说 就喜欢你这样的呀 你越害怕 越要你拿钱呀 所以这就是什么呀 这就是年纪小 没经历过这事 你这次经历过了 你下次如果假如 有这类似的事情 可能你就不会害怕了 很多东西要多经历是好事 经历一次 再第二次经历 就可能会好解决了 你知道吧 对摄像头 对就是说 包括那个车内摄像头啊 记录仪都可以 如果你车要没有车载 记录仪 你就选择让它掉监控 对吧 就保护自己的意识得有 因为我那车 我就没安所谓的记录仪 但是很多车最好 还是前后都要搁 所谓的那个那个记录器 记录仪 安全呀 真是碰钱碰瓷的 操你哪说理解 所以前后摄像头 无死角的都能看见 所以再碰着也没事 直接翻那个行车记录仪就行 如果他要故意碰瓷 你就不用配件 他人都得进去 反正你下次注意点就行了 人多的地儿 我跟你说卖萌 还是开车慢点 只要人多一定要慢 不要太快 太快的话就是容易撞到人 所以下次走胡同 你也慢着点 慢慢开就行 慢慢开没事不丢人 对吗 就怕回头操你又不会开 又怕堵车 又怕碰到人家 你一开快就容易出事 就包括那什么 就包括学车也是 包括说可能你刚拿完驾驶本 可能你刚拿完驾驶本 耳王出来可能说上社会先开车上马路 哎猴横别怕 刚开始第一次开车上马路 你就记住了越慢越好 可能说我那会也是 一看到人多就慌 别慌 慢点就行了 你一快绝对碰到人 但是你慢 绝对没事 所以说开车这东西 你在驾驶开车是一感觉 你回家开到你家里人的车上马路 另一个感觉你知道吗 所以你一看人多就发脊膀慌 跟那会我一样 刚开车那会一看人多就发慌 别慌 慢点就行了 越慢越好 我朋友开车门给电动车撞了 摔手皮都破了 给了三百 那还行不算太严重 轻微没事 不过也是牛逼 你听马路边上 你也不看他妈后视镜 直接一开门 人家正气 哗一下就倒了 多挺危险的 旁边如果这电动车 如果有行驶的车辆 哗着一碰 他他妈给脑袋给压了 你想想其实这事都害怕 你知道吗 明白吗 你想想都害怕 好多人都有这同样的问题 就是你停马路边 你停马路边 突然这一开门 确实要不吓一跳 所以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你主驾驶 就停在马路边下车的时候 看一眼后视镜再开门 安全第一 就怕回头操 你也没看一推门 往往抓人家了 赔300算轻的 赔300算轻的 要真这么装坏了 人再没了 卧槽30万都不值 等我堆点水去 还要停点啊 哎呀 龟李哥 还有16有啥可以偷他 那就点一手摩天轮吧 好亢谢谢你 点一手摩天轮是 运气好再报一个呢 我操 那天火箭挺牛逼的 不知道这次能不能一发入魂 白天有人点摩天轮 那个消费大哥 当然不知道能不能出 反正垫了好几 也是垫了好几百 是什么 万一发入魂 那太好了 加油 出了 出没出 我看不见 我这边看不到出没出 他发的 好家伙 谢谢 那谁好横 没着没事没事 没出就没出没关系 等会大哥一会儿外一夜里来个大哥呢 后面买的什么 买的那个乐高 我回头给他拼上 拼上之后 然后呢 装饰一下背景 要不太丑了 报我看 还要听什么呀 我再次给你们说一句自己的亲生经验 千万别报警 碰砸了人和警察是一伙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理你的原因 那谁周大爷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没搭理你的原因 那谁豪横 谢谢你 但是最近吧 有那相册礼物可能不太好偷他 他斗鱼一出活动 这相册礼物就不好点 礼物就不好出 对 还说呢 还说呢 你新手上路 我刚想起这事 幸亏808一说 我想起来了 你新手开车上路 尽量别贴实席 因为你后屁股贴实席的情况下 我告诉你 你还不如不贴 因为你越贴实席 马路上这些开车的人 什么傻逼都有 就跟看直播什么玩意儿都有 他一看你是新手 专门别你 第二 如果你后边哥哥新手 碰瓷的就盯着你碰 你懂吗 因为你是新手 你不懂 这就是目标 你可以这么理解 明白吗 也不能说不贴实席违法 反正我当时上路 我就没贴 因为你要贴了 我觉得不太安全 这些碰瓷的 包括那些路奴政也好 包括那些开车素质低的人 专门别你的车 就专门欺贴新手 等会儿我能查队 打个水的 来 起来 上那边去 那谁 同仁堂大哥 你就别刷了 我不知道你到底多大岁 说大哥 行吧 你别刷了 你这么聊天 真的挺招人讨厌的 好吗 我这一直宣传说 这些年轻人也好 在社会上 要学会报警 出事 你这一会儿 一直在那说 报警没用 警察跟这些警匪 是一家人 大哥 你脑袋没事吧 你多大人呀 你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呀 啊大哥 你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呀 你讲你的事实 你不要在直播间 直播间要宣传正能量 你懂吗 你多大人 你这点道理你不懂 你真脊袋够幼稚的 对呀 你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呀 现在是正能量宣传 你人家那宣传正能量 不要相信 不要报警 大哥你脑袋有问题吧 哥们 你多大岁数 你是没脑袋 是怎么着啊 一直跟傻子 你怎么不理我 你怎么 我能理你吗 人家那宣传 你说报警没用 报警没用 你是脑袋有问题吗 大哥 你是有 你没有社会经历 还是说你没经历过 这岁数这么大 这点道理 不能瞎说话 你不懂吗 真是什么人都有 这那么正聊呢 教这些年轻人说 遇到事情要去报警 不要报警匪一家 你脑袋有病啊 大哥 我都怀疑真的 大哥就以你这种情商出门 就有社会上 都说难听点了 你有朋友吗 大哥 我操 你没点事儿吧 我操 你如果活这么大 一点脑子没有 我操 给他疯了 给他疯了 真是脑袋有问题 是吧 我操 这大哥真是我都害怕的 就是这么大人 在网上不能瞎说话 你不懂这道理吗 你去别的房间说去吧 大哥 只能告诉你 你这大哥真是我操 一点社会经历没有 胡说八道的 就讨厌这种 在那瞎说八道的 而且那咱说句难听点的 那是你自己的经历 跟别人有什么关系 对吧 你自己的经历 你去政府投诉去 你自己的问题 你不解决 那人家遇到问题 人家不报警 我怎么教人家 我说你私下解决 干他 打他 杵他 我能这么说吗 我说你脑子有问题 还不爱听 大哥你脑子 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 我操 我怀疑真的 说半天 一直就没理你 你怎么不理我 你为什么不理我 我再给大家 讲我的亲身经历 我顶妈呀 我顶天哪 你连一小孩都不如 经历过社会的孩子都知道 这社会别瞎说话 一定要记住了 相信政府 胡说八道的在那 真是他妈脑袋疼 真是头疼的人 多大岁数 一点社会阅历没有 还有什么想听 可以偷一手摩天轮啊 一发入魂了 今天白天电了好多 我刚想起来 可以试试啊 一发入魂 摩天轮 找个两手 生个粉丝盘 啥玩的 上不两手的 好家伙 以后像这种脑袋有问题的 缺心眼的 没底线的人 不要再来我房间 啊兄弟 我特讨厌你们这些 没底线的人 好吧 什么都不明白 自己跟他们智障似的 什么经历社会 都没经历过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这么大岁数不懂的 胡说八道 所以我特讨厌 这些二逼 你知道吗 下次这种二逼 不要来我房间 谢谢你 该滚滚滚出去 缺心眼似的 一点社会阅历没有 讨厌 就这玩意上班 上班也招人不带 谁敢跟你玩 跟你一把缺心眼似的 跟你玩的人都得倒霉 我跟你说吧 胡说八道 还有什么正能量想听啊 在座的兄弟们 让他愿意升个牌子 升个牌子 让他一发报个手 摩天轮 整个两手 上个两手 还有什么想听啊 卖萌还没睡呢 卖萌还在吗 22岁自己还那款 是个好事啊 认同 哪些三观 跟我不一样的人 就别看我就行了 提前说一下 别回头怼了你 你又不高兴 直播一定要说什么呀 一定要宣传正能量 负能量一定不要说 后面那个别墅一样好帅 这他妈别墅还是绝把呢 好哼 哎 月莎大哥 谢谢 这他妈别墅还是绝把呢 我就是没舍得拆呢 我还没拼呢 你知道 我拼完挺大的 就是没舍得拆 拆了拼完了 应该更好看 没舍得拆 牛皮带 买房子买的 现在买的 但是我跟你这么讲 你买房是好事啊 你买房起码它是保值 可能会有升值的几率 你买车一定是赔钱 人可以没有车 但是人不能没有房 对吗 尤其是说 结婚啊 有孩子了 人可以没有车 但是必须得有套房 房子还是很好的 车这东西 其实不管怎么着 买个电动车 一两千块钱一样骑 去哪也方便 对吧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那谁卖萌 所以你自己调整一下心态 我买完房 我没钱买车了 没用啊 那车那东西 每年增加好多 那些新的高科技功能 你明年买也是这价格 不挺好吗 对吗 所以说你越晚买车用的功能越好 而且呢 可能价格还是不 不是很贵 车这东西太不保值了 那就是消耗品 一定要 一定要学会买房投资 这是个好事 起码说再没饭吃 没地儿 对吧 起码我有个房子住 那也是固定的资产 年纪下 没车还好 很大 无所谓的 我是没车 我房子有五套 我有六套房 你就是牛逼 车这东西就那么回事 你看一线城市也一样 一线城市 咱说实话 一线城市 你有房牛逼 车这东西就是消耗品 明白吗 你这一说 我们家就是房都 你就是牛逼 而且换句话说 我上班 我上班也好 我出门随时打车 也没有停车费 碰了 割了 我也不心疼 反正也不是我的车 你可以这么理解 我相信现在也有很多人 可能说上班下班 都是打车 打滴滴 还便宜 还多 现在咱说白了 一线城市 停车你都停不起 我操 洋腰子 你单位门口有停车 停车位还算好 你单位 他妈如果要 没有自己停车位 你停别的地儿 这一天停车费 一百块钱 一百有点多 七八十你也受不了啊 那谁九哥来了 九哥 好久不见九哥 咱这点还没睡九哥 九哥 谢谢九哥 北京可以说 对呀 所以你要让我问 可能年轻人 不要开车 你挣钱挣的少 我觉得打车 也挺方便 或者你骑个动 就那种电动车 多方便呀 那谁九哥 谢谢九哥 对嘛 年轻人刚不如社会 要学会多挣钱 能攒钱是好事 多攒点钱 贷款买套房 多好啊 一说话 虽然没车 我房多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最好的方式 车这东西 没什么用的 九哥 谢谢九哥 九哥这点了 还没睡呢 想我了 又看娘们去了 九哥 谢谢九哥 可以帮弟弟点点私心啊 今天人不多 谢谢九哥 然后呢 愿意帮忙的啊 偷个冒天轮啥的 是不是来个一发入魂啥的 点拨私心任务啥玩的 你上来给主播 问信息牌子 哥 那你也帮我信息牌子吗 哥 正好今天 中头能看看夜里 能不能等个大哥 完成私心啊 你 而且我告诉你 你骑车上班是好事啊 你买个捷安特 几百块钱 一两千块钱的自行车 你天天骑车上班 锻炼身体啊 而且也不堵车呀 而且现在很多人 你要说骑车累 你要不想锻炼身体 你买个电动车不也行吗 哎 九哥破费啊 感谢大哥 每天都想着我们主播们 怕我们牌子没升 所以看你怎么想啊 你现在开车上班 不光一线城市 任何城市 早高峰上班 晚高峰下班 都会堵车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骑个自行车 也不需要堵车 而且还锻炼身体 对吧 但是你要说 可能下雨下雪 飞劲点 包括冬天冷 挂大风 可能会很冷 冷就多穿点呗 对吧 所以你要让我说 这个上班这个东西 包括说开车不开车 我觉得年轻人啊 你要让我说 我觉得还是说锻炼身体为主 现在多堵车呀 走呢 你看北京 两公里能堵两小时 真上班上班晚 99%都是因为堵车造成的 其实我起的很早 赶了个晚级 就是这样 所以说这东西 我觉得你刚不如社会 小孩刚毕业 一上班 刚不如社会 没必要买车 因为你现在挣钱 你油钱 你也没挣出来 保险钱 你也没挣出来 你买辆车 你挣钱还少 你怎么养车呀 对吧 起码说工作稳定了 就是工资收入稳定了 你再买都来得及 对吧 反正就是我是好建议 听不听在于你 瞎聊嘛 而且越贵的车越费油啊 保险也贵呀 对吧 你买个普通的车 虽然几万块钱 看起来没排面 壮了寡了的 包括保险便宜 维修也便宜 你也不心疼了 对吧 反正还是那句话 根据你经济实力吧 而且上班尽量别开好车 明白吗 上班尽量别开好车 就是即使单位有免费停车场 你也不要开好车 因为你公司的老板 可能上班才开十万二十万的车 您他妈上班开一大包马 开一大奔驰 你比老板的车都贵 这就是什么 有点太不懂事了 不会看 不会看脸色 你知道吗 所以什么叫聪明孩子 我家有钱 我上班很低调 可能说家里有上百万的车 我从来不开 我上班可能就开个十万二十万的车 上班就是穷人 这是最低调的 就是人情世故来说 你的车千万别超过你老板的车 这老板就觉得惨的 比我强 我嫉妒你 就是这样 这就是人情世故 所以可能很多人可能会讲 我开好车比你好 比你这老板好 你为什么不高兴 人情世故就是这样 但是你可能就跟直播间 这帮极个别傻子似的 哎呀 我说的是实话 人情世故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好多圈眼说话 只是找人讨厌的自己都不知道 这就是没眼力见 知道吗 说你情商低吧 可能你说人家没格局 这就是人情世故 你到哪开车 你到哪开车上班 比你的老板的车好 老板都不会高兴 不是格局不格局 你太不懂事了 太不懂事了 你 静哥买房是看地段 商圈配套的还是学区 那肯定学区啊 宝贝 学区他妈的 肯定生殖空间比商圈要牛逼啊 你看北京海淀的 他妈学区房 不吹牛逼啊 原来那会儿可能说这 就是海淀的学区房 可能一共就15平米 很多外地有钱人 就是为了给孩子 我也不住人 我就是为了给我